如今的选秀节目层出不穷 经过层层选拔 在一众俊男美女中选出规定人数 组团出道 然而有这样一个团队 被称为亚洲男子最强天团 说到这里 观众已经猜出来 这个男团的响亮名头了 没错就是传承传统相声艺术 并顺应时代潮流 勇于创新的团队德云社 德云社风风雨雨这些年 也培养出来不少神兽观众喜爱的人才 从班主郭德纲到少班主郭麒麟 从爱图卵云平到儿图烧饼 从垂尔兔孟贺堂到橘猫周九良 越来越多的观众粉上了这个男团 爱上了相声这门传统艺术 说起前两年德云社最火的演员 岳云鹏也已经收图好多个年头 徒弟刘晓婷是德云七队的青年相声演员 辈分底层的刘晓婷 处于一个见人就喊诗书的地位 辈分最小却被人喊二哥 这的确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毕业拜师二哥称呼的由来 作为德云社三代的刘晓婷 在后台往往会面对一众师叔大爷 甚至还有祖师爷辈分的谢金 导致二哥一度想把辈分最高的谢金挂在墙上 刘晓婷是德云社传席社的优秀毕业学员 和周九良张九泰同是传席社培养出来的学员 由于刘晓婷的爷爷和郭德纲以朋友相称 作为孙子辈的刘晓婷 自然只能成为郭德纲的徒孙 这样一来 本来一同毕业的同学变成师叔 互相称呼起来也好不尴尬 所以在家中排行老二的刘晓婷 就被亲切地称为二哥 这边师叔好 那边二哥好 久而久之 二哥就成为了刘晓婷的代名词 你以为的刘晓婷只有二哥的称号吗 No 他还亲切地被网友称为小黑土豆 和搭档张九泰站在一起 肤色更为突出 两人一黑一白 成为了小黑土豆和大白萝卜 辈分随低 实力不容小觑 刘晓婷是一名90后相声演员 本名刘家河北人 为人老实 所以既努力又踏实 然而老实人不一定会放得开 尽管是以第三名的好成绩毕业 却没有展现出第三名的实力 这个时候那时候我们家去人 真的我也说过我们家去人 我都去隔壁屋带着 因为我见着生人都不行 我就开始紧张 我觉得那时候我还发过一微博 我说我能说像觉得老天跟我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 你说像我这么一个腼腆的人 看见人都紧张 然后你包括找人问路 我都在心里面琢磨半天 把这句话说出去 昨半天你好 你好就跟人问 问哪怎么怎么走 问完之后身上出一声的汗 就紧张到这个 紧张到这么热吗 你说热 人不来比 紧张到这个程度 后来说像很奇迹 虽是岳云鹏坐下首席大弟子 却还没有师弟上小菊吃得开 上小菊更多的是继承了师傅 建盟建盟的风格 在放得开加持下 很快笼络到一众粉丝 不单是相声方面 职场 演戏 做人 哪一方面放不开 都会受到一定的局限性 看到师弟如此成就 作为师兄却还默默无闻 无论在谁心里 都会觉得自己很失败 幸运的是 在分队时 二哥刘晓婷被分到神仙七队 七队是出了名的 自由散漫 队长孟贺唐 更是被网传为被架空的队长 唐两组合经验丰富 俏皮画小王子孙九芳 和日常不做人郭霄汉 网红艺术家秦霄贤 和搭档九相爸爸 以及断头台和监长官的西华 都从侧面影响着刘晓婷的相声 演绎风格 从老实木讷的放飞自我 好像一夜之间那个刘晓婷长大了 以前总是被怼到哑口无言的小黑土豆 现在也能在舞台上怼的搭档 哑口无言 一手求佛的破音和绵羊音 不仅斗了了一众观众 还将断头台上九心 斗的表情失控 笑出屏幕 在揭不住包袱的同时 笑称这是他头一次 作为斗梗演员 不敢正式碰梗演员 吓坏何九华 跟周九良赌命 怼得老汉哑口无言 叫小番斗乐老秦 眉毛言论扎心队长 更因特别设置的语言节奏 引得队长表情失控 搭档张九泰更是大呼 让其一带着破包袱滚 刘晓婷在逼疯队友的路上 一去不复返 也因此才会有网友口中 团灭七队的成就 甚至还有网友细心整理的 二哥团灭七队的视频 现在的亭泰 已经成为德云社七队 压轴出场的演员 刘晓婷在七队的磨练中 渐渐找到了 适合自己的表演风格 在多场演出中 不仅立住了人物 更为演出带来了强有力的节目效果 基本功扎实 学唱见长 无论是河南话还是天津话 甚至是东北话 他都是张口就来 发音标准 听感舒适 麦姑一和黄鹤楼两场作品 尤为体现他的风格 与老秦的歌曲串烧中 音调正常 听起来很舒服 但在求佛和教小藩中 却事故频发 但却成为其搞笑包袱之一 有人说是刘晓婷 不正经唱歌时 引人发笑 认真起来 让人心疼 每个人都有不可触碰的一首歌 向来刘晓婷 也不例外罢了 说起刘晓婷 这个名字的由来 其实 也有一个 有趣的小故事 德云社的成员 在正式拜师之后 都会有师父次字 刘晓婷这一辈是小 当时有亭台楼阁四个字 刘晓婷在看到 这几个字的时候在想 晓婷 这个娘们是谁 后来才知道 原来口中的这个娘们 是她自己 在豁明时 觉得这个名字 过于女性化 但在看到师弟名字之后 心里得到了平衡 师弟名叫尚小菊 郭老师给的字 我们师父 小字 给起名 我们排这么几个字 对 庭 排楼阁 分这么几颗 什么小庭啊 都有 小楼啊 小阁啊 都有 排这么几个字 对 当时我看见那张纸的时候 我还说呢 我说小庭 小庭 小庭 我当时还心想说小庭 这娘们是谁呀 小庭 这娘们是谁呀 啊 后来我知道了啊 这个娘们是我 哈哈哈哈 行 小庭小黑娘们 哈哈哈 小庭 当时 其实看见这个名字的时候 心里不是很舒服 小庭 庭那字也不可以 啊 女了女气的 还可以 啊 适合娘们轰轰 这么一个名字 对 我是不适合我 后来我看见我师弟这个名字之后 我就平靠了 你师弟叫什么呀 上小菊 哈哈 这个名字 您品 你谢品 生活中的刘晓婷 也是一个好丈夫 好爸爸 今年的10月1 刘晓婷在社交平台上 发出了一家三口的照片 照片温馨而美好 妻子温婉 女儿娇俏 在七队可谓是人生赢家 众人皆知 我社都是女儿奴 成功的路上 往往都是鲜花和荆棘交互生长 踏过去的人自会无所畏惧 如今的婷态 在表演上越来越稳健 相信开专场的那一天 不会太远 豆梗演员刘晓婷 也会在有朝一日 成为德才兼备的相声演员 在成为这样的演员之前 刘晓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希望她能够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